各位迷迷朋友好,又是我Candy,Layman 跟大家研究11月22日的沙田大賽日的賽事 各位未看影片之前,可以鼓勵Layman按讚 更加可以,各位有興趣可以按進去 當作對Layman的實質支持,浪費你們一督瞭的時間 另外,可以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如果新朋友加入了,覺得Layman提供賽馬資訊都可以 如果能力負擔得到,就考慮一下,看看升不升一級 想跟大家說回上次的賽事 四條片,四條心水,一條三重彩 一條Q,兩條位置Q 有些朋友中到Mati 連同那條LaymanLive的影片 Layman事前Live 但今天,Layman之前的影片也有講 有些場次,就這樣拿下去,很難選擇 想量哪一場馬,就像這一場一樣 這一場真的廢話,不要說太多了 一來就先看影片 先看這隻競技勇士 這隻競技勇士,那天幸運快車虧完步速之後 又再剩下,長長都很接近 知道必勝,繞到外面又輸得無厘頭 保城至勝,再出都可以 為什麼呢?一看這條片,八聖龍對上那次都很接近 這隻長長精彩都在 那天有競技勇士,長長精彩,和齒耀鋒這三隻馬 今天精選,Layman看完所有片之後 精選三條片,三四條片和大家看,就不說太多 到時候是米了 好,我們一跳出來的時候,我們一跳出來的時候 蜘耀鋒是藍色那隻,今天除了頭罩 長長精彩,現在在外面,在三四跌四跌 那隻競技勇士,也不好過長長精彩幾多 在這個位置 其實這一場的步速,可以說是快的 我覺得那隻競技勇士沒有什麼賺 但是呢,又虧了走外諜 所以蜘耀鋒是有些賺報速的 好像走了內諜,沒有虧了那麼多位 長長精彩,又虧了位 留意這三隻馬 那些競技勇士走出來,彈開了好像很厲害 那隻蜘耀鋒是有點受阻的 長長精彩在外面 其實那隻蜘耀鋒越騎又越有 和八聖龍一齊回來 最後一步才沒有位置 蜘耀鋒是越追越近的 蜘耀鋒 其實時間末端是22秒8 其實是跑得好的 就是蜘耀鋒,競技勇士都跑得好的 那今天那些知道必勝 那些他們下來了一班跑 那背一個重磅看一看 然後看一連贏了兩場的家應精英 但是今天呢,波鍵士贏了兩次 波鍵士沒有騎他 騎回膽大威猛 那今天這隻家應精英 有家應,又高東來 這隻家應精英加了他六磅 因為這場馬有很多馬體 有家應精英,共同勝利,順勢贏 其實跟剛才那些報速差了一秒多 真是慢報速 但是家應精英,你說這一場 他賺了慢報速再贏 我看回他上一場和前一場 他虧報速輸不遠 上一場不是慢報速都會贏 就是今場是賺 但是上兩場不是賺 這一場如果慢的話 那天的共同勝利 撿過九檔 他虧報速來講他跑得好的 順勢贏就賺了報速 但是今天檔位又撿好了 今天的明欣賞,場場精彩都在 刀柏明驅其實都跑得不差 有很多馬體的,看看吧 我看了五六次 那隻刀柏明驅在後面 刀柏明驅黃色那隻 家應精英出來 最好用馬在前面蓋住他 那隻共創彬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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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那隻順勢贏 其實是賺了慢報速 跑到二位,外檔也走過來 那隻共同勝利 都是在外碟的 那隻共同勝利 那隻共同勝利 也是在外碟的 在彎那邊就騎下去了 那隻共同勝利 今天就十幾檔 家應精英有隻馬 蓋住他 就省很多力 不用自己一隻在看空 但是順勢贏了報速 但是他在二碟看空來跑 在二碟 這隻家應精英在裡面 放上來 前面那隻就斷了 他那隻在裡面可以擠 順勢贏就在這裡捱 那隻很精彩 其實那隻刀柏明驅有些左 跑得不差 共同勝利 這裡騎下去 越騎就越有 那隻刀柏明驅不是輸很遠 外面那隻是明恩上來 今天下班 再看一次 我怕這麼多位 看不清楚 家應精英 這隻就是 共同勝利 長長精彩 刀柏明驅 明恩上 還有沒有 是差不多 還有順勢贏 家應精英追 中檔位置 共同勝利 外面長長精彩 最後來的腳真的是 很緊急 那樣 已經賺到了報速 那天 魚掌飛矩衝過後 沒有位置 如果不是 又怎會沒有P 那些 很幸運,買妙女得的馬,近日緊頸四 這隻共同勝利越騎越有 但是我想大家看看,今天撿了外檔的刀柏明驅 和共同勝利都撿了外檔,其實刀柏明驅跑得不差 再加上那些明欣賞,長長精彩,好像已經比上場又跑好了 刀柏明驅真的有點進步,你看他 這次撿下去其實都是一般的,真是摘上來的 這場慢步速,你會覺得那隻共同勝利 長長精彩,刀柏明驅,都跑得不差,明欣賞 看完這兩條片,還有哪一條要看,唉呀,我都忘記了 看這隻,要多看兩條,這次責任就是做了功課和大家看看片段 看這隻有威威心得,這隻馬就有健康問題 轉了蘇寶羅,長長並薄的,都沒有掉過 但是上一場就跑過緊頸四,其實是有原因的 前一場跟大家看看,前一場呢,其實兩場都有選擇 順細寶,發財寶,威威心得,那些順二寶在前面走快回來 他又在後面孔一聲,賺了一些步速,45個多 今天的三身好運,家應精英那場就是虧了步速,下場就贏了 然後再賺步速,再贏了 今天有突省,很多馬跑的 看看這隻中寬笑,今天跑千四,這隻威威心得就不是看這場 就看看他上次怎樣拿位,那隻平海掌聲和他一起在裡面塞 那隻平海掌聲就阻礙了 但是這隻威威心得,大家欣賞一下他怎樣走位 暖在你心,上次就說莫萊拉在菊草就定得比較我自己的角色 就算是電訊標馬那次,如果不是說 楊明倫出閘一閘的話,即是閘一閘的話 他不知道幾十倍應該產了進來 這場馬的電訊標馬,平海掌聲,都可以交到水準 看看這隻威威心得怎樣拿位 是莫萊拉,所以唯有些馬撿一檔不是好事 撿了一檔,想著圓蘭就節省 即是不同,撿一些中檔,有些生位走 看看這些沒有全速的馬撿過一檔,又想押過好位 突然就塞住一塊 前面是平海掌聲和他一起塞,再出就爆冷補中了 後面兩隻就豪情競進,暫時大墮後是爆冷補中了 欣賞莫萊拉找位,真的很厲害 直接打斜咳出來,第一線咳到第七線交稅到廢 平海掌聲也是大步馬,被人困住跑得不舒服 那隻威威心得一直都在外面,撞了兩隻 平海掌聲又被人塞 那隻威威心得拔出來,打橫走 打橫走到八聖龍就踏空了不知多少步 那拍著一隻白聖龍一起衝上來 最後一百多米,最後一百多米 最後一隻都會被人塞到八聖龍 那你說這隻威威心得是怎樣跑呢? 平海掌聲又再出保重 看看這隻馬再出 剛剛我也是有些幸運的 當天中了發財寶和第二那隻 幸運就是他剛剛刺不到 因為我用發財寶做膽 所以這也是一個得益者 不是說 那隻馬是幸運才能刺到 自己也認是幸運的 不然那隻威威心得一定已經過了那隻發財寶 當然不少得看看打橫大威猛怎樣贏 其實他的時間兩段都很快 比起剛才嘉應精英賺步速那場 這兩段都很快 但是我覺得他抹斷的腳 又不是說真的蠻漂亮的 但是總時間都是快 但是那天呢 真的小馬 還有有追趕能力的馬 就不太多了 那看創科先鋒 下次跑得對 都要跑過第二 哈哈 一跳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出閘 其實他都沒有什麼去對 其實他都沒有什麼去對 七、八步就已經按了 看一步就對一步 哎呀 內蘭還有副全大師第四位 八心之位 其實又沒有什麼馬拍他 變成沒有馬燒 暴速就由他主宰了 看看今天會不會再有這樣的情況 今天要上班減綁 前面呆頭的馬就是那隻膽大威猛 八心之位跟著他 第三位是副全大師 第四位是哈哈王王 第五位呢 那整個程馬都沒有什麼馬 特別是燒他的 這隻馬都在他一個馬位後面 進到直路呢 其實開頭那些腳都挺有力的 你說腳法就一般 但是呢 其實波全大師 騎到彈掉了之後 他都沒有什麼認真騎下去了 其實這裏都有點遠了一點 但是後面那些又追來 總之就是追不到他 這裏都沒有什麼騎了 五十米 那今天呢 就援輕榜 看看這隻馬進步多少 看了這麼多隻馬 那雷文呢 就沒跑過的馬呢 今季就看了足金好球 以及宇宙英雄 宇宙英雄 我覺得他很生的 我想還沒得吧 足金好球呢 我覺得呢 就試了兩貨集 有一貨 即是最近那貨 走了回來 末段就叫做弱一點 我還是不看他住的 因為有很多馬選 為什麼很多馬選呢 我自己呢 不是開玩笑 四連環四重彩 我寫了有九隻馬這麼多 有些下班下來的 有競技、勇士、慈耀鋒 那些對場場精彩都可以說是 這三隻的對手 其實就不同了 那麼升班上來的呢 又有那隻 都拍明驅啊 膽大威猛 一些就加綁 一些就減輕綁 加英精英連結了兩場 但是波見屎又不騎他 搞到你呢 都蠻麻煩的 波見屎又騎過這隻 有形有幅 不騎他都很合理啊 但是加英精英連贏兩場呢 他都選擇膽大威猛 比較特別的就是這裏 史卓鋒上次都拍明驅 贏馬都是史卓鋒的 史卓鋒就騎回這隻加英精英 不知怎樣搞 再講人馬合拍的馬 競技勇士人馬合拍 順勢贏一騎下去就人馬合拍 還有這隻威威心得 都叫人馬合拍的 一場第三、一場第四 第四那場呢 撿了個內蕩 誰知道內蕩對這些馬未必好 換了配備又穩定的呢 其實呢 競技勇士 順勢贏都當他是 因為他第一次帶配備 就產了進來 雖然賺捕捉 再加上那些膽大威猛 除了眼罩 威威心得 甚至乎你說那隻 神騎飛馬呢 還有刀柏明區 這些換了配備都是穩定的 當位又好轉的 上次大外蕩也有 pace 順勢贏 今天就撿內蕩了 這些馬拍撿一蕩當然是好 本身前速都不是太慢 那 慈耀鋒呢 其實上場跑了一場谷草 其實我覺得他跑得好 剛才我看的那場是田草 那 還有場場精彩 慈耀鋒 順勢贏 神騎飛馬 這些都是當位好轉的 那再講其他馬 剛才看的那些都看完 起駿驅上場呢 是虧了少少慢步速 而追得不錯的 今天轉過來田草 我不敢抹殺這隻馬 給他多100個衝 那 神騎飛馬呢 上場我先看看 他是賺了快步速 但是追得好的 賺了快步速 說選馬 雷文說選了9隻馬 4月圓盤4重賽 既然我自己覺得 有些可能會熱門的馬 但是有些又落了班的馬 有些又升了班的馬 有些原班贏了兩場的馬 我覺得真的很難去選一種跑法 就是選一種類型馬去選 那我就在賠率打主意 因為太多馬有得爭 或者到時大家真的看到 哪個馬房有手影 有些過關飛的 射下去的時候 才去臨場去決定 怎樣選 今天這隻共同勝利 就加頭罩 池耀鋒轉了去 羅庫泉那裡加頭罩 就除了那個E 即是那個E套 其實輸來輸去 除了你一場千四之外 他都是輸三兩個馬 上場跑谷草 我輸四個馬 但是我覺得他跑得不錯 那一場谷草 我覺得今天的選馬 我就選四隻 和大家參考一下 我第一隻選的 我會選這隻 威威心得 這隻馬轉了去蘇寶羅 那裡都未交代 上場這樣騎下來 如果他不是想交代 就收工算數 好像平海掌聲 他都是要騎上來的 可能是台前幕後 都是想交代 那今天十檔 其實對這隻馬 十檔是否不好呢 一檔就覺得不好 可能四至六檔 七檔那些比較好 但是他也是有追趕能力的 我看他執外檔 他也是可以追得到的 那我先選一下這隻 原班跑得好的 上次有意外 第二隻我會選的 我會選這隻 競技勇士 第一場 其實和聚財 季初那場 很快的報速 被人問 那場我都覺得跑得不好 然後跑第四 跑第四那場 雷文又投注 那又是僅僅四 今天下班了 這隻馬 潘頓執外檔 試過中段 逐步修復 失地回來 都會贏馬 看看今天潘頓 發不發揮得到 那我會選這隻 那第三隻我會選的 我會選這隻 池耀鋒 今天有配備變動 其實對上幾場 我都覺得他跑得好的 但是這隻馬有個問題 就是比較被動 看看轉了配備 是不是之前被動 那第四隻 都選擇共同勝利 十三檔 十三檔 希望這隻馬好 就是這樣選 至於其他那些 家應精英 其實真的沒什麼理由 扔這些馬 但是你真的沒什麼理由 去扔 但是都要做個選擇 那我就覺得 波鍵士為何又不騎 或者是 我寧願選一些 在班數上可能有好處 上次輸得不強的威威心得 再加上今天呂建威 有這麼多馬 這隻共同勝利 但是這隻馬 曾經在外跌 被人問過 共同勝利 不過那場是千四 所以我才放在第四 我選擇馬 就是這樣選 剛才那些 各位可以選一些片 來看 看看哪些馬自己適合心水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心水 那我就選了 10號威威心得 1號競技勇士 10號威威心得 1號競技勇士 接著就是 4號的慈耀鋒 和6號的共同勝利 各位在影片那裏 就可以去柯督廟 去支持一下雷文 以及考慮一下 加入小弟youtube會員的費計劃 雷文這場馬 可能投注策略 真的是片水片 既然這麼多馬 都可以搶 可能臨場 哪些難 就買哪些 既然 好像上 都沒有特別 有些 好像 很優勝的馬 即是 膽大威猛 上場小馬 今天又外檔 上班第一次對這些 對手 雖然上場的步速是快 但是他沒有馬辣他 今天有順勢贏 甚至乎 家應精英都可以 因為家應精英 不知道會不會拿他幫幫忙 還有那些試襲的 捉金好籌都不慢 所以我就是這樣去決定 自己個人投主 希望各位贏多些 拜拜